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到这一章 做进一步的讨论 因为这些名词在各位将来看很多的书 或是论文都会看得到 叫Auto-Regressive 或者Moving Average 那简称AR Process 很多的论文其实都讨论这些Random Process 那我们就把它一一拿出来讲 那它算是一个特殊状况的Process AR Process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做Auto-Regressive 我们会告诉你它为什么被称作Auto-Regressive AR Process或者Auto-Regressive Auto-Regressive就是退化 退化的意思 就是它会慢慢慢慢的退化 所以任何一个Random Process 它如果它的Innovation Filter 它是经过一个White Noise当输入 经过这个Filter的输出 所得到的一个Random Process 那它的Innovation Filter只有分母 是多项式 分子是一个常数 我们称之为Auto-Regressive Random Process 所以它是一个特例 可是这里各位注意到 一般的AR Process在定义上 少了一句话 那一般也没有那句话 我只是稍微把它提出来 让同学会注意到 之前我们在定义Regular Process 或任何一个Random Process的时候 如果用多项式 我们都会希望它的根在单位元里面 所以AR Process一般general定义 没有要求根要在单位元里面 所以我们后面会讨论 如果在单位元外面 你产生什么样的Process 原则上是没有要求 所以AR Process可以包含它的根在外面 这是第一个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对于AR Process的时候 我们因为有它输入输出的 Transfer Function的关系 那我们叫Z-E就是一次的Delay 所以这个东西会等于什么 YZ除以XZ 输出除以输入会等于Transfer Function 我们的Notation是X是输出 I是输入 所以我们交叉相乘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I只乘上一个B0 但是X它的输出 所以我乘上XT 还有Z-E就是X-E Z-N就是X-N 也就是我把它输出一直repeat 自己加 我把我的输入会等于 我输出加上过去的输出 这是AR Process写成一个 System Model的样子 那因为是XX-1X-2 你可以视为它是微分 那它之所以被称为AR Process 原因是这样子 它会进入一个自我退化的循环 也就是我在T等于0的时间 送进一个脉冲 那之后我就停了 我对这样一个系统 我在T等于0的时间 我送进一个脉冲 那T等于1我就停了 T等于2我也停了 我就是就不再送任何事情了 可是输出会一直循环 一直送 为什么 它会自己灌 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X2就会减X1 就等于I2 可是I2是0 可是X2不是0 X2会等于X1 X3会等于X2 当然如果我的系数是1的话 那一般系数如果是A1的话 就是衰减 如果A是一个小一的数 它就慢慢衰减下来 那所以它称为Auto-Regressive 就是说我在某个时间启动一下 它就一直一直循环 自己再来回一直惯 我们叫Self-Regressive的一个process 那慢慢慢慢地退下来 慢慢慢慢地退下来 所以它把它称之为Auto-Regressive Auto就是自我 所以只有One Excitation 送一次 我后面一直有输出 一直连续 当然如果你的系数是1的时候 照理来讲它就不会衰减 它一直送一直送一直送 当然这种系统是不合理的 好 那这个是它的命名的由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这个特别的Auto-Regressive的Random Process 因为它在我们做Estimation 或是做一般系统的讨论的时候 是看得到的一种Random Process的一个model 然后因为它也是代表一种 我的输出的影响会慢慢地衰减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 比如说资料分析的时候会喜欢用Rmodel 因为我们现在的输出可能不会马上就对下一个时间就没有影响 所以它事实上很适合用来model一些我们影响会延续的一种系统的概念 所以是Auto-Regressive蛮常被使用的 那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任何一个输出 我们讲X输出 会由过去的输出跟现在的输入来决定 那过去是有限格 因为我们现在是finite order 所以我由过去的M输出跟现在的输入 可以决定现在的输出 它的概念是这样子 我用延续性 延续性 所以它是Completely Determined 完全被决定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思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事实上每一个过去的输出 都是过去的输入的函数 所以事实上它也只跟所有的过去的输入有关 这是用recursive 假定是我们是一接好了 xt-1等it 我们用这样最简单的系统 那其实你可以马上可以知道 xt事实上是等于it 加上it-1 加上it-2 就是把过去 因为你来回相减 它怎么得到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写一个细节好了 xt-1 减掉xt-2 会等于it-1 对不对 你一直连续写下来 把它加起来 这个都消掉 你会发现 现在的输出 会等于过去所有的输入的核 你就会发现 它事实上是过去所有的输入的性性组合 可是是无限多个 我利用输出的回馈 可以让所有过去的资料的影响力全部保留 它是用过去的输出的回馈 这种动作像是一个feedback 保留过去的输出值 然后线性组合用回馈的方式 让过去所有的输入的影响都存在 它是无限多个 只要你曾经发生过的 我就拿来作为我资料的一些讨论 它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不是finite 不是finite 它实际上是infinite order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讨论说 这样的一个random process 它的autocorrection function长什么样子 跟这个系数有没有关系 跟这个根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random process 我们最关心的是 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 跟它的autocorrection function 那它的autocorrection function一定可以算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观念来了解 AirProxy我们之前有讲到 它就是一个 只要有一次的输入 它的影响就会一直下去 所以它会无限延伸 对不对 所以它跟过去所有曾经发生的事情 都会留下来有关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应用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model 就是所有的输入的影响 你都要留下来 只是慢慢衰减 就是你从小时候 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 所有东西的影响都要在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AirProxy的model 这样的一个数据分析的系统 它的影响是无限的 那我们接着要来讨论 这样的一个RandomProcess 就是ARProcess 它的autocorrection function的关系 那这里我们用到一个性质 当然我们并没有在这里写下来 就是假定X1X2 这是RandomProcess 假定有两组RandomProcess 一组叫做X1X2X3 一组是Y1Y2Y3 那任何两个之间都是uncorrelated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产生一个新的RandomVariable 是左边的函数 跟另外一个RandomVariable 是右边的函数 请问这两个会不会是uncorrelated 当然一般uncorrelated不是用这个符号 就是说会不会是uncorrelated 答案当然一般来讲是不对的 就是一个RandomProcess的函数 跟另外一组RandomProcess的函数 原来是uncorrelated 可是函数不会是uncorrelated 但是如果它们是independent 如果左边跟右边是independent 则左边的函数跟右边的函数 一定还是independent 这是我们知道independent性质比较强 但也比较好用 就是independent的随机变数的函数 还是independent 可是uncorrelated随机变数的函数 不会是uncorrelated 但是有一个例外 我们这里就要用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如果F是它的线性组合 这个应该蛮好证的 combination 如果是uncorrelated的一个随机变数群 的线性组合出来的新的随机变数 什么叫线性组合 就是把x1x2x3乘上一个系数相加 这种叫做线性组合 那右边的g是y的线性组合 则两个线性组合一定彼此之间 还是uncorrelated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性子 这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线性系统 那各位记得我们的i是white white代表什么意思 一般来讲white只有在second moment 就是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 是一个常数嘛 白色的 white 那white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power spectrum 指的是second moment的性质 就是它是uncorrelated 所以我们知道i是uncorrelated 当然你可以在你的运算里面 你假设我的输入是iID 如果是iID的话 那我把某一群跟另外一群做函数对应的时候 那当然还是independent 所以我是iN iN-1 iN-2 每一个是iID 那我把某一群跟另外一群做某种程度的函数对应 还是independent 可是我们这里希望不要有那么强的性质 我们说每个i彼此间是uncorrelated 它是白色的 所以如果我把这些i某一群跟另外一群做线性组合 我们知道彼此还是uncorrelated 这是我们要用到的一个性质 那也顺便跟各位同学讲一下这观念 线性组合讲二次的性质是非常好的 那所以一切都在线性组合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什么是现在的输出 就是过去所有的输入 无限多个的线性组合 我们的输出事实上 现在的输出是用过去的输出的线性组合来决定 而每个过去的输出都是过去的输入的线性组合 所以我现在的输出 当然是过去所有输入的线性组合 那线性组数都可以算得出来 这是我们这一句话其实要讲的 那我们并没有讲那么清楚 因为特别并没有朝这个方向来说明 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加注就是 这一个X括号T-M 是所有的i的线性组合 所以我们知道说 XT-M跟现在的输入一定是uncorrelated XT-M跟iT 这两个彼此之间一定是uncorrelated 为什么 因为XT-M是T-M-1 T-M-2 也叫T-M-K 它是跟它过去 所以T-M-1 这样子 那T当然跟iT是uncorrelated 这没有问题 那i我们有假设是0min 白色的就是 所以这一步从两个相乘的期望值 等于个别的期望值相乘 真正的是用的是这个性质 我们的输入是白色的 是坏的 所以线性组合也还是uncorrelated 所以这个对任何的M大于0都是对的 隐含的0min 所以基本上它就等于0 对任何M大于0都是对的 所以说X对i的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通通都是0 如果M是正的 通通都是0 这是我们用 我们要讨论X的autocorrelation function的性质 那我们必须要用到这一个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计算 计算一件事情 我们要得到第一个结果是 X跟i的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在0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分子的系数 我们要得到的第一个结果是这个 通常各位要证明的话 就是要讲这件事情 那怎么证明呢 就是从这个式子来的 当然你可以用第九章教的东西 第九章教什么 Fundamental Theorem跟Theorem 9-2 我们有个系统 输入是i 输出是x 这是一个线性系统 它有imput response 那么我们知道输出跟输入的 cross-correlation的关系 是经过一次filter 输出的autocorrelation function的关系 是经过两次的filter 各位还记得这件事情 不过我们现在直接用公式来看 因为既然这里有公式 我们就直接来看 所以我们用这个式子 十一之一 那左边乘上i 右边也乘上i 所以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式的推导 xt加上Aext-1 等于后面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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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这个式子 开始来做运算 第一个算输出跟输入的 cross-correlation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就说 左右两边都以i 然后再举期望值 左边就是乘上去 那因为反正我们是要乘在后面 那我们知道说 xt-1乘上it的期望值是0 对不对 我们刚刚有做嘛 只要超过1就是0 xt-2乘上it的期望值就是0 所以我们看到上面 我就直接把它画掉了 上面我这里就直接画掉 就告诉你它cancel掉了 这边通通都是0 xt跟it相乘 只留一项 然后因为都是t 所以相减就是0 那这里我就直接用它的 它一定是y sent stationary 我就没有特别去讲 因为我们知道输入是y sent stationary 它又是线性的filter 所以输出一定是y sent stationary 所以它只要看time difference就可以了 time difference就是t-t就是0 我们只要看time difference就可以了 这都是直观 所以我们就知道0刚好是b0 接着呢我就把11-1呢乘上xt 那左边当然也乘上xt 还是相等 然后再举期望值 那我们乘上xt之后 你就会发现第一项是y sent stationary 就是t-t嘛 是0 第二项是-1 第二项是-2 点点到最后一项-n 然后右边的话刚好是xi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事实上是在做什么定理9-2 我们经过一次filter嘛 所以还记得 我们如果输入rxi输出就是rxx 还记得吗 输入如果是rii输出就是rx 我们之前写的是输入对输出 所以我们事实上在做定理9-2的事情 rxx为输入的话 经过一次filter得到rxy rxy当输入的话再经过一次filter得到ryy 这是希望给各位同学建立的基本概念 那只是现在输入出是notation有点换 所以第一次我们就得到了 它右边是b0 刚刚excitation一次的概念 第二个我们乘上t-1 t-1 然后再举期望值 那刚好就是得到1 0到-n加1 可是右边刚好就是0 因为我们知道 xi 通通都是0 只要它两个不match 就是0 所以t-1对it一层就是0 所以后面通通都是0 那所以发现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就得到一个很有名的公式 就是我们要讲的 AR model的重要公式 它有个名字叫做 Your Walker Equation 就是说AR process 它的输出的autocarration function 跟它的系数之间 有一个重要的关联性 就是如果你产生的model是1 A1 A2 A3 到AN 那它输出呢 你的分子 只有一个嘛 B0 所以右边只有一次signation 就是B0平方 后面都是0 那你就可以得到它的 Auto Correction function 这样的公式有两个用途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给定了Auto Correction function 就是我现在希望能产生一个AR process 那我给你它的Auto Correction function 那你要怎么设计你的filter 来产生它 那一样用这个公式来解A 解B 因为这个是已知 这个是未知 所以你就是 已知嘛 给定了 所以我那个N乘N的矩阵就有了 然后你就是去找 那个系数 A1 A2到A10 符合这个式子 符合这个式子 然后你就可以产生你要的AR process 好 那反过来看的话 就是说我现在设计一个filter 我已经给定了A 给定了B 那你想要知道 你输出的Auto Correction function 长什么样子 好 那一样这个时候这是已知 这也是已知 这是未知 当然这时候你当然希望知道 R1 R2 R3 R4 那你假定N等于4 4j 那R5呢 这边就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必须用recursive的方式 因为这里可以再往下去延伸 你可以用recursive的方式 把每一个Auto Correction function算出来 我讲recursive是因为 假定N如果只有4j 那你这边只有到R4嘛 那第5项第6项第7项呢 你就没得解了 或者是你用这个式子 是recursive来计算 当然你需要initial value 所以你可能initial给三个 然后后面就全部出来了 那这是AR process 基本上两种可能的用法 好 那我们来举一个最简单的范例 first order的AR process 那我们可以做比较多的讨论 最简单的AR process就是说 我输出减掉前一刻的输出 等于我现在的输入 这是最简单的AR process 那我们说过 真正的AR process定义 并没有要求根 一定要在单位元里面 所以它可能不是stable 所以A可能是大于1 A可能小于1 A也有可能等于1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LG写出来 那我们现在有个观念 根最重要 分母的根是多少 是非常重要的 那1-A的G-1等于0的话 同学应该马上可以知道 它的根就是A 对不对 所以G1就是A 马上就解出来了 那A如果小于1 它的单位元里面 那就很好 这个系统是稳态的 同时也保证它是ysense stationary 那Gamma1就是B 因为这上面原来的系数是Gamma1 那α1呢 就是原来的系数乘上 我带进原来的filter 但是是在单位元里面 或外面的对应点 如果我A原来是在单位元 我就要带里面的对应点 在里面就带外面的对应点 所以带A分之1嘛 好A分之1 所以带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新的系数是B平方 我们很简单的带一下 B除以A分之1嘛 1-A A分之1的负一次方 所以就是刚好是 1-A平方就是B平方 对不对 A分之1的负一次方嘛 所以倒数两次就是A 所以就是1-A平方分之B平方 所以我们马上知道它的tide domain的 autoclin function就是α1 1-A平方分之B平方分之A的 tl次方 我们就马上出来了 所以我们说那样的拆解 那样的运算可以给你很直观的结果 很直觉的结果 我给你根 给你系数 你就马上知道它将来的tide domain的 然后我们准备的tide domain的 是用根的tide domain的 来衰减 好 那这里我们要讨论 AR process 它不见得regular 的确是有人在用AR process不是regular的 所以我们讨论一下 如果A大于1怎么办 A大于1其实这个式子是有问题的 我们曾经在设计Digital filter的时候 我们有设计过 就是说如果它不收敛 其实这个式子是不收敛的 就是1-A分之1 你说等于1加A加A平方 这句话在A大于1的时候是不对的 在数学上也不对 那你去模拟发现这两边也不对 也没有收敛 它会跑掉 完全deviate你真正想要的值 不定会乱跳 所以基本上当A大于1的时候 这个式子是有问题的 你要是undefined 或是indeterminate才对 因为它的式子就不对 这里的话就是 Z一定要小于A分之1 就是它这个带这个Z呢 本身要是比单元更小 如果A大于1 所以是not valid 所以基本上我们说 AR process当A大于1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non-stationary non-stationary process 所以基本上各位要注意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输出呢 事实上不能用一般的概念来看 我们曾经说过说 如果是一个线性的filter 用input response可以定义的话 ysense-stationary的输入 绝对保证是ysense-stationary的输出 对我们曾经讲过这句话 如果这个是一个stable的linear time invariant的filter 对我们有这个性质 这个简介称LTI 这在很多的通讯书上都有 都有这个性质 只要是stableLTI filter y-sense-stationary的输入 保证y-sense-stationary的输出 比如在这里 当A大于1的时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输入是ysense-stationary 输出是non-stationary 这可以证明 输出绝对是non-stationary random process 那你说问题在哪里 也就是这个假设是不符合的 那你说我们那个filter设计 它是linear的吗 当A大于1的时候 是啊 它还是linear 那是time invariant的吗 也是time invariant 所以唯一的问题在stable 那个系统不是stable的系统 所以它违反了我们在讨论的前提 所以这个是请各位同学注意的 那你要怎么证明它是 它不是stable的系统 它不是 它违反了 wysense-station这样的一个性质呢 基本上你有很多方式可以证 那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random process会有 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举一个例子 A等于2好了 稍微讨论一下 比较特别的状况 所以xt-1 我们乘以2等于it 那你可以形成你的AR process 可是它事实上是不stable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当我们是RXX0-2RXX1 因为如果是real的话 1跟-1是一样的 会等于RXI0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下一个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RXX1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RXX1 会等于RXX0-2 1 那我们先把这个忽略 假定是很小的值好了 所以1是0的1分之1 我们把这个项先忽略 这时候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这是2 这是2 这是1 我这边想要尝试表达的是 我们同学可以帮忙一下 就是当A大于1的时候 它这个值会越来越大 会累积 因为它变成2的次方 如果A大于1 则tau等于1的话 就是2的一次方 比如说A是2 那tau等于2的话 就是2的二次方 tau等于3的话 就是2的三次方 所以你就会注意到 当A大于1的时候 一个现象 如果我们还是用照这样的概念 去想它的时候 假定我们这个 变成多项式的展开 还是对的的话 它其实会产生一个现象 就是能量一直累积 会越来越大 反而不像是我们一般的 Y線生命的概念 就是我的AutoCring function 会越来越衰减 是Peak at zero 会慢慢掉 可是这里的时候是会累加 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是有一个怪异的现象 会出来 就是这种的AR process 当A大于1的时候 它会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可以看到它是不是一个 一个Stable的一个现象 它的输出不会是Stationary 我要尝试描述的概念 就是A大于1 但一般在用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是A小于1 A小于1 这样它是一个合理的现象 可是A大于1的话 它事实上就一定 会跑掉的 会爆掉的一个现象 我们之前讨论的状况是 M小于等于N 还记得吗 我们等号有进来 M小于等于N 就是多了一个根 可以是0 现在有几个Case 没有讨论 一个就是M大于N 就是分子的次数 比分母的次数高 我们也要讨论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其实是 课本是放在后面讨论 但是我们把它拿到前面来 直接先讲 就是M等于0 B0是0 我们刚刚B0没有允许它是0 B0是0 会是什么现象 我们来看一下 这种特殊的状况 这个状况 我们使用M是0 那就是AR Process 对不对 M是0就是分子 事实上是一个常数 好 那分子是一个常数 这只剩下B0 但是我们又说B0是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它是一个AR Process 可是它没有分子 分子是0 所以它照理来讲 它的整个的Transfer function 是0才对 因为分子B0是0 可是它是有分母 那这是一个特别的Random Process 我们不把它视为LG是0 虽然B0是0 可是我们不能把它视为LG是0 而是它是有分母的 它是有分母分之0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要稍微讨论一下 它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filter 所以这样的系统 我们会是用这个11-1来定义 右半边是0 可是我的输出会在那边循环 XT加上A1XT-1加A2XT-2 会等于0 它这个系统好像封闭在那里 它没有输入 它完全不要输入 它是在输出端自我的循环 那这个这样会形成一个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Predictable Process 它的输出会自动是一个Predictable的Random Process 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有特别讲说 我们要讲的Val Decomposition 任何的Wisen Stationary Process 都可以拆成一个Regular Process 加上一个Predictable Process的核 那这个就是Predictable Process 那所以我们讨论就是它长这个样子 A1XT-1等于0嘛 我们B0是0 对不对 好 我如果给你T-1 那XT是不是百分之百知道 对不对 完全知道 那如果我们用2接的话 等于0 那我如果给你T-1 给你T-2 这个是不是百分之百知道 因为它形成等式 虽然它整个是随机的 这三个都是随机变数 可是因为我们一定符合这个式子 所以假设这个是0.2 这个是0.1 你已经知道了 那你知道XT一定是等于A1 乘以0.2 加A2乘以0.1 括号乘上一个负号 所以它是百分之百Predictable 所以它的名词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Random Process 只要你给我它的过去 我完全可以保证知道它的未来 它是完全可以预测的 叫Predictable Process 所以它拆成两块 一块是Nunpredictable 一块是Predictable 任何的Y線Station都可以这样拆 然后Regular Process 或是你把它称作为 前面是Regular 后面是Irregular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主题叫Line Spectrum 任何的Predictable Process 它的Power Spectrum 都是只有脉冲 这叫Line Spectrum 就是这个是它的Power Spectrum Density Power Spectrum 它会长成只有很多很多脉冲的样子 所以任何Predictable Process 它的Power Spectrum 就是一根一根的脉冲 什么叫Line Spectrum 就是只有Line 那就是一个Delta函数 Delta函数只有在某些Omega1 Omega2...某些频率有一根 那高度的话可能不一样 Sigma1,Sigma2,Sigma3 我们加2π 只是一个方便性的一个系数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发现说 Predictable Process 跟Line Spectrum非常有关系 进一步来讨论 怎么样形成Line Spectrum 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后 发现它其实一定会长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我们用Fullier Series去做投影 后面我们会慢慢来看 最常见的例子 那事实上也可以证明 它也可以这样拆解 它事实上就是说 我们会有某些特定的频率 乘上某一个随机变数 那它是Unquality with zero mean 那Sigma i就是 每一个CI的二次Moment 那它就是得到Predictable Process 有几根脉冲 当然就跟它的接数有关 跟它的根在哪里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知道它的Auto-Clinion Function 很好算 因为Power Spectrum知道了 那Power Spectrum是脉冲 是Delta函数 所以经过Inverse Fluent Form 就得到它的Tine Domain 的Auto-Clinion Function 那只要再把OmEGA 带OmEGA i就可以了 那剩下就直接算了 所以很自然的可以证明 说它就拆解成这个形式 但是我们是把所有的Polynomial 除以Polynomial状况 全部讨论完毕 分子是0的状况 可是你不能把它分母 视为0 那如果是Discrete的Tine Spectrum 的话你的脉冲 当然是在 我们只是考虑在 复拍到拍之间 因为在外面是一直 重复出现的 那所有的性质 都是一样 就是一个Line Spectrum 那也是在Tine Domain 是Auto-Clinion Function的样子 然后它会长成 用CI 后面的章节也会讨论 这个Fully Series的一个投影 还有我们会讨论 所谓的Cohonen Love Expansion 那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那这里就会看得到它的影子 有人不见得把它视为 它是一个AR Process 有人会觉得AR Process 应该是B0不是0 那我们这里就用这个名词 就是它是一个AR Process with Line Spectrum 我用我个人的名词 来诠释它 就是它是一个例子 请各位去算它的性质 那因为它的性质 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不会 从它的Transfer Function 来讨论它 因为毕竟它的B0是0 它的Transfer Function 看起来整个应该是0 我们事实上 是用另外一个做法来做 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计我们现在Line Spectrum 有N个频率 假计我现在频率有4个 假计这是N个N等于4 我们有4个脉冲 就是说我现在我的频谱呢 就是4个脉冲 外面都不是0 那我们怎么样去找到它的分母 我们要去找它分母的A的系数 那我们之前有 Ur Walker的Equation 可是这边好像不Work 因为我们B0是0 对不对 之前的那个Ur Walker equation 好像不Work了 所以我们事实上不能用这个式子来做 它的性质讨论 这里也推导里面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B0 这里已经是0了 所以我们用 用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方法 直接来算它要的系数 因为当然你也可以视为是0 可是我们前面就不是用Auto Correction方式 我们直接用根来解 了解说它们之间的Recursive的关系 那我们说 我如果把这个Z1 Z2 那Z1是什么 就是我的脉冲的所在位置 1的JωI 我们4个脉冲 有Om1 Om2 Om3 Om4 那我们事实上 Z1就等于1 Jω1 Z2等于1 Jω2 Z3 就是第三个根 Om3 Z4等于1 Jω4 那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根在单位圆的外面 还是在里面 都不是 对不对 它在单位圆上 Line Spectrum 事实上在Z平面上 会在哪里 会在单位圆上 对不对 在负数平面上 刚好是1 Jω1 就是那个角度 Om1 就是它那个 负数平面的旋转角度 就是我们在负数平面 它的所有的根 都在单位圆上 不在里面 不在外面 就会形成Line Spectrum 那这个时候 我们得到了所有的Line Spectrum的Z 那我们就写 1 Z1的-1次方 Z2的-1次方 到Zn的-n次方 那第二行就是由 第二个脉冲的点来决定 第三个由第三个脉冲的点来决定 只是它的多项式的次方 好 那乘上A呢 等于0 来解它 这时候我们就解出来 一个A的系数 则我们就找到了它的分母A 那我们就带进我们的公式 就是把这个式带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XT 事实上就是这个式子 对不对 那XT-1呢 就是Summation i等于1到N CI 然后T-1嘛 是E的J Omega i T-1 对不对 这是第二项 我现在算第二项 代T-1嘛 那T-1 我刚好就把这个拆解 这是EJ Omega i T乘上EJ Omega i的副词 那EJ Omega i就是我们的Zi 所以刚好就是Zi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找到的系数 符合这个式子 所以 这时候我们把它 Zi到Zn加起来 乘上系数 刚好就是0 所以它是Predictable Process 那它的分母的阶数 我们至少要几阶 要N阶 你有N个脉冲 你就是N阶 然后你就找到N个系数 你就知道怎么样去 实作出来 这样的一个AR process 跟Line Spectrum 分母的根 刚好都在单位 圆上 所以你这样知道 如果在单位圆上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好 那这样是不是 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事实上 是Line Spectrum 或Predictable Process 所用的一个方程式 来找到它的 系数的关系 这边有个范例 所以如果N等于2 你大概就知道说 它就是两个脉冲 两个频率 这样是不是 创在一起了 那你当然要找到 这个系数A 它就是1加A1Z1 的-1次方 加1加A2Z1 的-2次方 等于0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系数A1 就可以解出来了 A2这个系数 也解出来了 那Z1Z2 就是你两个频率 在单位圆上的旋转点 这样子 你就跟结构 事实上 就跟Z平面的根的位置 都串在一起 N等于3 当然也可以解 我们有三个 都是0 都是0 那当然就可以解出来 所以 基本上是有解的 这个事实上 都是有解 只要你给我 Z1Z2Z3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 解得出来 还有一个标准式 基本上 标准式 事实上你也不用去解 它事实上就是这个式子 它的分母 事实上就是这些根 1-Zi Zi就是你的根 在单位圆上的根 乘上Z的-1次方 括号 每个箱层 就是你的分母 所以很简单 因为根都已经有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四个频率 分母是四阶 因为四个根 那四个根基本上 就四次多项式 所以完全 串在一起了 这样是不是 可以了解 就是说 这种predictable process 的关系 或者是AR process with line spectrum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process 百分之百 predictable 所以我的观点是 它是一个AR process的 special case 它刚好分子是0 分母不是0 有点怪 你不能省略分母 或是观念上 你不能省略分母 数学上 当然没有办法 所以有分子是0 分母是N次的多项式 这我们称之为 predictable random process 那这边只是在稍微 验证一下 它的Auto Corrusion Function 用投影的性质 直接来算 刚刚是已经给你 Powered Spectrum 然后直接Transfer过来 那现在是帮你算一次 不过基本上 你把观念串在一起 应该都OK 即平面上的单位点 它的Line Spectrum的位置 Line Spectrum的位置 等等都可以串在一起 所以它的Powered Spectrum 就是一堆脉冲 那这边因为是discrete 所以我们只看 w大于负π 小于π之间 这边其实我们用到一个性质 同学可能看不出来 我稍微写一下 Prazone Sum Formula 所以这边少了一个东西 还记得Prazone Sum Formula 最重要的基本的概念 它其实是用一个这个东西 1-j 这它右边应该这样写 Δω-ωi 加上2kn 这都是n 然后加一个2π 这才是原始的Prazone Sum Formula 我这里写的比较快 所以这边应该多一个summation summation τ等于 负无限大到正无限大 这边要加一个2τn 这才是原始的 所以左边是Double Summation 右边也应该要Double Summation 才对 还记得那个叫Prazone Sum Formula 那也就是说 在平补上做旋转一直连加 等于在这个平补上做一堆脉冲连加 可是周期我们这里取的是2π 这是π 2π 那这里我为什么把这summation拿掉 只剩一个 我只剩下i等1到n 因为我看的就是Ωi呢 我们看的频率是在-π到π之间 所以加上2π就已经在外面了 就已经在外面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了 因为在Discrete Domain 我们一般来讲 只看频率是在一个2π的范围里面 因为外面都是重复的 在Discrete Domain 在另外一个Domain就不用再看了 所以这summation才会只剩下一个 这个我稍微补充一下 后面会用的比较完整 同学会了解 所以我们事实上已经学完了第一种Random Process 那各位再复习一下 叫AR Process 那它有一个特例 我们学了一个叫AR Process 叫退化性的回机过程 那我们有找了一个特例 就是当B0等0的特例 它是叫做Predictable Process 我们最后才会再用一次Predictable Process 那现在我们讨论另外一种特例 叫MA Process 叫Moving Average 我们有时候也会用 Moving Average Process 它的Innovation Filter 基本上定义是这个形式 那因为它没有分母 所以没有所谓分母的Pore的根 我们一般会不会让一个系统稳定 是看分母的根在哪里 对不对 那它没有分母 它只有分子 所以这个系统一定稳定 所以Y3 Stationary Input 保证获得 Y3 Stationary Output 所以这个是Moving Average 其中一个优点 它是一个稳定的Filter 它也很合理 也就是说 我的输出呢 就是等于过去的输入 跟现在的输入做线性组合 而线性组合的系数就是我们的 B1 B2 B3... B0 B1 B2 B3... 那这个叫Moving Average 它好像是一个Window 或者叫Moving Average 就是它是一个Window 这Window Size有多大呢? 是M加1 Window Size有M加1 就是看M加1各 然后不停的随着时间 一直移动这个Window 然后把它做一个Weighted Average 这个称之为Weighted Average 因为前面有存在一个系数 所以它是称之为Moving Average 这个意思 Moving就是这个Window 一直移动 到下个时间就往左移一格 那Average指数 它做的是Weighted Average Weighted Average 是它的名称的由来 我们知道说 我们原来是讨论一个状态 就是Polynomial 分子分母 分子是M次到Z的-M次方 分母是Z的-N次方 对不对 那我们所有的状况 希望能够完整的讨论 所以我们已经讨论M大于等于N 那我们也讨论B0等于0 M等于0 那还有一个状况没有讨论就是M大于N 对不对 那这里MA process事实上 也没有涵盖 完全涵盖这个case 事实上是N等于0 但是M大于N 没错 但是我们分母是没有任何的接数 对不对 它是一个特例 所以基本上现在还是 已经是M大于N的状况了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请各位同学在注意的 就是说 这个是输入跟输出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输入跟输出呢 只要它可以用convolution来定义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棒的系统 因为很多定理的证明 我们都是用input response来证的 那input response基本上就是convolution 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就是convolution 有没有同学看得出来 它是convolution 这个是你的h 对不对 我们convolution是什么 是htau乘上输入的t-tau summation 如果是discrete 那你有没有看出来convolution 所以input response看得出来是什么了吗 应该这样就很直观了 所以代表的是maprocess 其实它就是做convolution 那所以它input response一定存在 所以为什么我说它一定stable 就是你输入是wise and stationary 那输出一定是wise and stationary的一个理由 因为它的input response一定存在 它的input response就是b0,b1,b2到bm 完全就是你的input response 有没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从各种角度 你都可以来解释这件事情 所以maprocess基本上是一个很稳的系统 它不会有不稳的现象出来 这是我们有时候喜欢这样一个系统的 其中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如果你要选用这样的系统 但它有它的缺点就是它只局限在 它的window里面 所以过去很久以前的过去的输入 对我现在的输出完全没有影响 它的memory order是有限的 所以它会把过去的东西排除 所以基本上看你觉得这是优点还是缺点 就是看你的应用的需求 如果你应用上你希望你的memory order是finite 很久以前的输入就把它排除掉了 那当然可以选用maprocess的model 那同样的我们要去了解它的autocornion function 那它的autocornion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输出的autocornion function 等于输入的autocornion function 我们的imput response经过两次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结果 等于是我经过我的filter两次嘛 输出的autocornion function 是等于输入的autocorn function 经过filter两次 那这两次因为串接在一起的线性filter 就是做convolution 所以事实上就是做convolution 它是一个k加tau跟k之间做convolution 所以完全是符合 那你可以用算的 就是根据定义就是两个 在tau时间差的random process之间的 自己跟自己相成的期望值 那根据它的系统定义 它就是两个convolution 那这是我们平常在算的 我们在第九章算好多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就是convolution的h 这就是你的输入的autocornion function 因为输入我们假设是white 是白色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delta函数 所以基本上很容易去了解 它就是我们定理92 跟定理92的延伸 那为什么是加的 还记得经过两个filter 一个要complex conjugate 一个是自己 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就变成是加的 那所以当然它的autocorn function 你知道它的power spectrum 你就可以去算 就是两个filter 本身的负列转换的平方 所以它当然也是我们的AR model 好那ARMA 它又有moving average的一点点 又有AR 那为什么叫ARMA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就串接两个 顺序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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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串接两个filter 在平谱上就是直接相乘 所以MA是分子 分子 那分子我们用NZ 那分母是用DZ分子1 所以经过这两个filter 等于是我们把这两个相乘 刚好是分子成分母 所以基本上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把它省略了 我们就不用再讨论了 基本上它就是先经过一个MA 再经过一个AR 就是ARMA 那你就可以去做衡量 哪一个怎么样去调配 可以得到你要的一个效果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ARMA process 那这也是很常用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组合两个的优点 所以我们说这个ARMA的process 分析已经有讨论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讨论了 那所以这边我们就告一段落 介绍了三种很重要的random process